不得Bilibili and YouTube Welcome to another video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菜鸟摄影师所需要知道的 11个可以让他们 发图分享讨论交流的 摄影平台 或者说APP 那么我们都知道对于一个菜鸟摄影师 或者对于所有摄影师来说 一个好的摄影平台真的是 非常的重要 因为一个好的摄影平台 你能够有一个比较及时 或者丰富的反馈 然后你有很多自从道合的朋友 或者说摄影师 跟你一起讨论某张照片 某种摄影技法 或者某种摄影题材 那么你也能够从中 获得非常多的经验 那么另外一方面 因为有这么多的反馈 这一个摄影平台能够极大的激发 你去创作你去摄影的欲望 所以说摄影平台很重要 那么如何选择一个摄影平台呢 那当然是用Excel了 行行行行先别关视频 这个只不过是我的前期 一些准备的数据员 那么 我就废话先不说 就我准备了这么多平台 然后根据我的主观体验 然后利用这个 做调查文件中 学到这个 Rank Order Questions 这个概念 就是说 根据它与其他的APP 相对比的做一个相比较的评分 然后可以得出一些 不容易得到的数据 比如说它的发图的容易程度之类的 那么用这个Excel 我做了这个11个APP 或者是平台它的数据源之后 我把它导入到这个Tablet Desktop 这个数据可视化的一个软件里面 然后我都会进行一些可视化的操作 然后把它做整理成一个Dashboard 这个则是一个炒稿 还小一点再入 然后这个炒稿 我不知道为什么以前会储存不了 反正这比较乱 那没关系 我们导出了一个网页出来 等一下我会把网页这个网址 发到视频的链接下面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谁的菜鸟摄影师虚知的11个平台 那我们可以看到 Instagram他们的Slogan或者标语是 一个简单有趣和有创意的方式 来捕捉编辑和与朋友和家人分享照片 视频信息的平台 其实就是视频照片的社交平台 那么可以看到它的粉丝量 他们是非常大的7亿激活用量 那么但是他们的粉丝增长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毕竟竞争很多 他们的总播是在San Francisco 所以而且因为社交媒体的特殊性 所以在国内是用不到的 特殊国可以看到摄影激励力度 我们一个APP来看 我们看到Instagram 他的直接获利能力是三分 就是他不能直接比如说你发很多照片 不能直接获得钱 但是你可以通过与品牌上合作之类的 或者介入其他的平台 然后你给他们传东西 然后再赚钱 然后他摄影对口度其实是蛮高的 Instagram是有很多摄影高手在里面的 那么我这个图示分摄影对口度 他的分值是蛮高的达到8分 然后他的应用性 Instagram是蛮好用的 蛮简单可以用很容易上手 所以他的应用性也很高 所以他的综合是在这里 然后他的职业摄影发展平台 我们可以看到他不是很高 怎么说呢 这个其实他的分数 他的权重应该会要更高一点 但是我自己写的是摄影师直接获利能力 就是说他可能会出现 他在Instagram上面小火起来 但是他并没有赚很多钱 再相比其他的APP 他可能会活着的时候 他能直接能赚到钱 但是Instagram不能直接的赚到钱 他还是需要一些其他额外的工作的 他那些格外的工作 其实也能赚到很多钱 但是稍微迟滞一点 所以按照直接获利能力来说 Instagram是稍微差一点点 然后网红潜力的话 Instagram是很大的 他是教你的 就简单来说 如果你拍的是小姐姐 放在Instagram上面是很容易活起来的 因为按照他们的粉丝增长可能性 跟预估累积激活用户量 就是现在有多少个人用 按照这样子比重的话 是很容易活起来的 那既然你们看到了其他的APP平台 就给你们看一下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 点一下 他是在北京的 说是最东西的信息平台 他是有7亿用户 然后他的粉丝增长可能性 我给他的权重是 他其实也是不 他是可以说是其实是蛮高的 因为他毕竟体量这么大 但是他还是很容易增长粉丝的 主要是看你的定位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的摄影对口度其实并不是很高 但是他很容易用 然后很多人在用 而且今日头条有很多 你点击力啊 或者是传播量上去之后 你能够直接获利 所以从金钱上面的激励程度来说 今日头条其实是很大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我就把今日头条放在第二名了 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职业摄影师的话 如果你的定位比较好 其实在今日头条上面发展 是很有潜力的 那么网红发展的潜力 就不要说了 今日头条最著名的 除了今日头条之外 都应都是他的 是吧 那我们看一下 还有新浪微博 一个非常老牌的微博平台 那么他现在是有3亿多用户 这些用户量不要较真 反正我是从不同的信息 很多平台不愿意公布他们数据 也有很多 他们 总量可能有些夸大 可能有些不是很准确 事实上我应该要用的是 MAU或者是DAU 就是每月每日的激活用户 但是那个的话 其实是商业机密 很多平台还是不会公布的 所以这个我们只是来参考实料 那么新浪微博的话 对 他新浪微博的总部也是在北京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他略有 略有获利能力 直接获利能力 但是并不是很多 因为他竞争实在是太激烈 而且没有今日头条的算法这么好 但是他的摄影对口度的话 比今日头条稍微好一点点 因为毕竟他的兴趣聚合 比今日头条要好很多 就更多的是人 而不是算法跟机械人嘛 那新浪微博的话 我给他的职业发展潜力的话 我就放在比较中间偏上 其实的话还好 主要是竞争比较大 这个是因为产品逻辑的问题 新人很难出头 网红发展潜力 我就把它放在一个比较中立的地方 比较中间 就是还是要靠炒作 但是这个的话操作也是要钱 所以的话你要看你自己的姑娘 你的素材的领域是什么 就没有具有话题性 并不是单纯的靠摄影的质量 作品的质量来说话 然后乐乎 乐乎是 网页的一个 其他的一个比较小众的 轻微博 但是他现在处于比较停滞的状态 然后他的激励 其实我觉得乐乎的定位是蛮好的 然后他做了很多尝试 其实是我是蛮喜欢的 比如说他你可以卖你的画框 或者明信片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网易可能对这一块 好像一直不是很重视的样子 所以好像现在经常有谣言说要准备被收购 所以现在暂时不是很推荐大家进驻乐乎 你不过乐乎的摄影水平还是蛮高的 但是他们好像很多很能说乐乎的氛围不大好 但是我没有直接感受过氛围不大好 就是他们会抱团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感受到的是乐乎 他们很很喜欢看你的照片 我的阅读量很高 但是没有人点赞跟评论 我觉得这个很奇怪 可能他觉得我拍的很扎 嗯可能吧 要多多努力 所以我觉得因为没什么人用了 然后现在几乎主流都没有提到这个名字 所以我觉得他网红发展潜力是很低的 那再到500px是国外的一个软件 就是很纯粹的一个摄影平台 1500万的用户 他的总部是在多伦多 他有中国的版本 所以国际版是被抢了 然后他有一定的直接获利能力 其实他就是你可以授权给图库 但是一般这个获利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啦 但是他非常的专业专业对口 然后偶尔你会获得一些人的评论 不过我感觉比较水 但是他们是他们是很多是反馈还是相关的 就是说你还是能知道你拍的这张照片好不好的 因为他会给你每张照片评分 比如说一般我觉得现在80分算是合格的 然后如果你让照片拍的很好很好很好 那那起码也就是说要到90分 但是现在很少能够看到有些人会拍到 就是新人能够拍到99 98什么的 以前很很常见 现在很少了 现在好像人们不大愿意投票 不是很知道 但是还是有很多很厉害的摄影师跟作品在里面的 所以但是他们也算是作为职业摄影师的一个中转 一个show case就是啊 看这就是我的杰作来找我合作吧 就是这种展示的平台 很难说在这个平台上面闯出名气 你要在这个平台上闯出名气 从不到有 他这个平台很难说激励你干什么 可能你本来就是一个很强的摄影师 所以他的往后发展潜力我是给的很低的 然后那么就是极客 超级超级超级想安利这个APP 其实我 我不知道你想有没有弄 反正我会写着 菜鸟摄影师薛迹的十一个平台 一个问号 要把它划掉 我要安利7颗APP 就是他现在在高速的发展 但是他很愈获得粉丝 只要你的定位够清晰 然后发的东西好看有意思 他的总部是在上海 然后 他的因为他只有他你可以点一个标签 比如说街头摄影 然后你发你的照片是街头摄影 然后他们定于这个标签的人 会有一个预期说我看到的是街头摄影 然后你发的刚好就是 所以你的交流的层级跟广泛性会非常好 这样子的话你获得的反馈都非常及时 非常非常多 所以就会激励你去拍更多的照片 然后这个平台他们的运营也非常的好 我给他们提的建议的时候 我能立刻获得反馈 甚至他们的CEO都能直接回我 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的运营真的 反正首先是态度肯定是做得非常好的 相比于其他很有些平台 可能我这一辈子都会听不到他们的回馈意见了 都是机械人回复 那么职业摄影发展 很难潜力 极客的话现在更像于一个早期的平台 所以的话很难说它是从极客里面爆红出来的摄影师 你可能你可能是从极客爆火出来的段子手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方面是有很大的潜力了 但是你要说职业的话还是差了一点 因为你很难看到你个人的一个portfolio 就是说你个人的作品集 因为你可能你平常也发很多段子啊 转发什么东西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杂乱 他没有一个你摄影师的专属空间 整领的照片专辑之类的 所以我还我觉得还是差一种摄影师具备 就是职业摄影师具备那种专业感 那么网红发展潜力我觉得他还是蛮大的 因为他有很大的粉丝增长空间 虽然他现在用户量不是很高 但是他正在高速的发展 所以我说极客这个平台是非常非常值得推荐给新手的摄影师 因为我们都是一起在成长 这样子真的机会很很少很少有 那么这个groupshop也是我另外一个非常想推荐给大家的 啊不对我们先说一下图虫吧 先不要那么快推荐给大家 先说一下图虫 还是可以值得入住的一个稍微有点纯的摄影平台 这个的平台曾经是非常纯的摄影平台 后来越来越像抖音了 虽然他们的上头投资也是今日头条 但是他现在多了小视频 然后就是把你的照片加配乐合起来 我觉得没有以前那么好玩的 然后他而且也把个人专辑删掉了 就是这个概念完全移去了 打开个人网页里面 你只有图片跟视频 你甚至不能区分这是图片还是视频 更不要说找到你的主题专辑了 这个概念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觉得主题跟专辑对于摄影师来说 这是超级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图虫在这方面是 我也不晓得为什么他们会删掉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图虫是在上海的企业也是 他们也有一定的直接获利能力 你可以看到图虫在这里 那么他的异用性也还行 然后他是摄影队合作很高 直接利用直接获利能力为什么那么高 是因为他有可以做任务领红包 然后参加一些活动比赛都可以获利 但是就是一些小钱了 做职业发展的话图虫是可以的 因为他也算是一个比较纯的摄影区 然后你可以 但是我觉得图虫做职业发展的话 更多是做人像摄影的 他就跟上面的这个PACO网差不多 PACO网的话就做时尚摄影的分享图片分享平台 但是PACO网的话 他感觉有点太专注于个人模特时尚拍摄摄影 所以的话就有稍微有一点落后的感觉 而且PACO网他对于视频的支持不是很好 他只支持优酷的转载链接 嗯现在是用优酷 但是他现在是跟大疆DJI在合作 哼我就觉得很迷 那GrooShot 我们回来了 世界上最大的摄影游戏 就是你上传他的照片 然后参加他们的比赛 你上传的照片 他们别人的人会看你的照片给你打分 然后你的排名就会上升 你给别人投票给他们打分 然后你的照片就会获得更多的曝光量 就会更多人给你打分 然后你到达一定的名次之后 你就可以获得奖金 但是当然奖金是很难获得 因为参加的人实在太多了 而且也有很多高手 然后这个最大的目的就是你在参加的过程中 跟别人PK照片的过程中 你的技术能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升 你也可以更多可以看到 他们是怎么理解这个问题 你也可以看到更多的 因为他们每个星期都有很多主题的比赛 你可以从这个主题上面得到灵感 我可以拍什么照片 然后他们是如何做这个命题作文 去拍摄这样的主题照片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用 那么最后这个就是Shutterstock Contributor 就是一个图库上去卖照片的 所以这个也算可以作为一个职业摄影师 你可以作为一个图库摄影师 那么这些的话我就不不再仔细的说 你可以直接到我等一下发你们的链接来看一下这些APP 那么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因为我注意到这个视频已经超过20分钟了 我不想一个视频太长太长 那样子不好 但是这样视频其实也蛮长的 所以我们就今天到此结束了 哎等一下等一下 在之前的话我再总结一下 现在越来越多摄影平台给我们选择了 但是我觉得你最好要专注于几个好的平台 优质的平台 然后精心经营他们 多发图有规律的发图 发好图 不要所有平台都发 那样子的话你的精力会大大分散 然后你会疲于在上面 经营你的各种关系之类的 就很浪费时间 最关最重要的是 这个只是一个平台了 你能在上面交流在上面发图 但是你不能在上面花太多的时间 更精彩的摄影世界是需要你去探索的 然后在更精彩的摄影世界之外 还有更精彩的生活 还有更重要的工作与学习 我希望你能通过这个视频 来减轻你在寻找这些平台 还有各种这样子的迷茫和压力 然后获得更好的这种生活的这种平衡吧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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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